院長好 我想剛剛其實在底下聽到您跟前面委員的答詢 您講到一句話我覺得非常不認同 您剛剛講到說這個很像是 因為您都一直圍繞在人為殊師 那也提到說是瑞士的乳酪理論 是 院長你知道嗎 瑞士乳酪理論它是說這個光從這裡透過去的時候 那個乳酪一片一片的很多洞 然後那個光就可以照過去 那你是覺得我們台灣電力系統現在跟乳酪一樣很多洞嗎 不是 我的意思是本來層層防護 不該出問題 那也一個新達電廠來剛好隆起 也四個把它接在一起 所以整個就跳到南部七個 這就是我們在他的報告裡面一直講 要把場裡面的防護機制 場王之間的防護機制 都要來讓他加強 所以如果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院長您剛剛比照 只是注重花電夠不夠 花電夠不夠 現在花電的通路本身的韌性要加強 我是這個意思 這其實應該是我們早期喔 在電力系統上面就應該要做的事情 因為我看到你們整份報告裡面 其實大部分圍繞在人為疏失 還有祭出了很多一些就責的相關的一些辦法 那甚至也把這個鳥獸重鋒都拿出來救援 但是我覺得今天我必須要跟院長很沉痛的告訴你是說 今天我們當然看到台電的基層的主管 或者是一線的人員 他們在這方面是有疏失 但是整體的電網的系統 難道可以因為一個單點一個小規模的人為疏失 不管他有意或無意 他就可以把我們這麼大一個電網的大規模停電給發生給造成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我覺得您用乳酪理論 我不知道是說您已經自身認知到我們台灣電網系統 就跟乳酪一樣很多洞 還是說你覺得說 欸這其實都是人為疏失 我們只要把人為的部分做好 所以呢我其實今天 委員不要強調那個很多洞不是這意思 因為你講的乳酪理論確實就是這樣的意思 我講的是同一個道理就是說 如果不要一個一個都通的話就不會發生這個事故 其中只要有一個阻絕了 就不會這個事故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說這一次的電網 發生303停電事故 就是因為有很多的剛好有一些洞 所以他才會造成他一路過去發生了這麼大的停電啊 不是不是 事實上本來在星塔電廠內 不應該絕緣氣體沒有裝就給他啟動 絕緣氣體不應該裝 然後你的馬達的那個電衣系統也不應該是只有五秒 上級就能夠當時就支持 不會出星達電廠 然後你也應該要分散電網 星達電廠出事故了 到了龍起 龍起應該是四分之一 就很多了 竟然四個都通 所以蘇院長 這個意思就是說 其實他並不是一個單點的人為書師 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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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